各位同仁 台里刚刚定下来 方欣然 就是我家的味道的主持人 颤哥 我坐哪里 你喜欢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就是你的 你走了 怎么了 颤哥 颤哥 我愿意回来帮展大鹏 愿意为了他 重新回到主持人的位置上 因为在我最难过的 他毫无保留地帮助我 从来没有想过 利用过 我家的味道 要加一个副卡主持人 你要是感兴趣咱就试 你要不感兴趣咱就不是 如果这次你要再跑的话 主持人的梦想 你就永远不会实现了 你放心吧 摄像机都是隐蔽的 你可以 几年前呢 我的父亲也突然之间失踪了 他是因为做生意 欠了别人的钱 才突然跑了的 那是我经历过 最痛苦的一次不高而别 撤警片 请关注 那到目前为止 你一直没找到过 你爸爸吗 是 跟您不一样 我爸爸是生是死 在哪里 我都一无所知 那你恨你爸爸吗 这几年 我跟妈妈相依为命 我们几乎一直都是在 一边骂着爸爸 一边盼望着他回来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讲 我们都始终相信 爸爸他还活着 他也许也在世界的 某一个角落 同样盼着回来 跟我们团聚 每年爸爸过生日 我跟妈妈都会买上 一块小蛋糕 点上蜡烛 替他许上团聚的心愿 除夕夜 每个年夜饭 都会给他留上晚筷 我跟妈妈 经常做着同样的梦 那个场景就是 我爸爸回来了 他推开门进来 气喘吁吁的 笑着跟我们说 我回来了 这一刻我跟妈妈就 出上去 轻轻地抱着爸爸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会 那你和你的妈妈 原谅宽恕你爸爸吗 两年前 妈妈因为一场车祸 离开了 那一天 我在出外景 我在长冬车站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一个影子 我看到他 特别特别像我的爸爸 我就急忙打电话 给我妈妈说 赶紧过来 我在这儿看到爸爸了 你爸爸回神城了吗 我知道 那天我坐的车 掉过头来以后 那个像爸爸的人 就不在哪儿了 他一直没找过你呢 他一直没找过你呢 或许他是被别人看死了 就像当年我在缅甸一样 这个缅甸的石头跟我说 你别跑 你要是敢跑回去 就打断你的腿 让你的老婆和孩子 不得安生 会吗 他很想回来 但是回不来 妈妈在临终之前 还轻轻地换着爸爸的名字 我知道 他始终没有放弃过等待爸爸 我敢替你爸爸说一声 只要他还活着 他不管在哪儿 不管干着什么身不由己的事 他心里 始终有你 和你的妈妈 他多么想 拉着你的手 陪着你去高考 曾经答应你过 拿着你最爱喝的奶茶 在考场外 默默地给你加油 他多么想 带着你去深大 到你的宿舍 给你挂好文章 他多么希望看到 你跟一个踏踏实实的小伙子 谈上一场恋爱 你怎么知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 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尤其是一个父亲 更加疼爱自己的女儿 他经常在自责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不是一个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男人 如果我说的这些话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问他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的 主人梦 我说的这些话 说的意思是 有一个好朋友 你未经常会认识 他没想到 他有一个好朋友 他有一个好朋友 他会帮助我 他有一个好朋友 您好 女孩 观众朋友们 时光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寄予 但是却改变不了 源于血缘的那份亲情 无论命运给了你 怎样的折磨 怎样的摧残 但请不要放弃继续生活下去 重获幸福的希望和勇气 让我们祝福身边这位 历经沧桑 远行归来的大叔 可以跟亲人团聚 得到亲人的原谅 并开始新的生活 好 好 爸 阿嬷 没有不错 我脑子有点热 知道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刚才那一刻 你心里只有家人 家庭 可以说 你忽略了尽头的存在 恭喜你啊 不晕镜了 湛索 谢谢你的安排 其实啊 懂得一个人创伤的根源 才能够彻底治愈 你晕镜的根源在于 父亲的不辞而不利 母亲的突然去世 这给你的大吉去世太大了 刚才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觉得很陌生 也很气愣 但是心里空了好久的那块地方 一瞬间就被填满了 其实人哪 只要心有所欺 那就无比坚强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你看 你爸爸也回来了 你呢从今天开始 是个有家的孩子啦 最重要的 你克服了晕镜 你不怕镜头了呀 杨泽 你为我做了太多了 对了 我要跟你说了 这个我家的味道 双主持人的提议 是方欣然提的 我让皮卡安排好了 晚上跟你爸爸一起吃个饭 晚上跟你爸爸一起吃个饭 怕什么你们是一家人哪 今天表现还可以 幸好没有搞砸 很意外吧 有点儿 我 上次对你不太友好 我 我上次对你不太友好 我上次对你不太友好 你没怪我吧 不知者不怪 我那么说话 你都不生气啊 不可能不生气 但是还好啊 因为我更宽容了 你越来越不放心人了 不是都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吗 我本性没变 只是在小麦网 做你上司的时候 我有病 我还以为只有我 会这么自恨 原来你 贾瑟 他人设变了 他是要吃多了 吃药就有副作用 你们俩吧 风格各异 但是组合在一起 一个负责申请 一个负责欢托 听起来是想搞反差门啊 好好准备 我最讨厌猪队有什么的 给我一个话筒 我就能翘起地球 更何况老前辈了 前辈不老 还很大气 有不会的前辈教你 好的 再见 再见 他真的变了 每个人他都在变过 你不也在变过 其实 你很像他年轻的时候 你也在变过 机会是你们给我的 我一定会拿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勇气 文总 你懂不懂规矩 怎么就下来了呢 下去 去 婚礼仪式 秋冲时也要在邀请它举行 而且还邀请了很多新闻联体 一会儿再说 好吧 林总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洛总啊 最近你是忙啊 哪里 恭喜啊 你奶奶女跟邱董的公子变婚 我也是接到请柬才知道 两家联姻这么大的事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 连我也是刚知道 这话怎么说 我这一辈子啊 总觉得自己没有搞不定的人 没有办不成的事 结果到头来 去拿我自己的女儿没办法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明天胡瓜的十周年庆典 你的方大小姐没什么问题吧 她 怎么 反悔了 她现在症状刚刚好转 医生说 她现在不太适合出席这种大场面 一个公司十周年的庆典 能有多大的场面 就是在火星上 她也得出现 你现在跟新秋的讲这个理由 她能信吗 现在到了并购的关键时候 我早就说过 一切要以并购为主 也找什么理由 方欣然是你的人 该怎么做 不用我教你 为什么邀我来这儿 为什么邀我来这儿 很多话没法跟别人说 只能跟大海说 至少他不会评判我 也不会笑话我 你 唱歌 周亮 你们一个一个地 在我这儿转了一圈 要走 最后全都回到展大 我他们身边去了 上天是在用这种方法 来重返我吗 不必太惊讶 现在就是用脚投票的时代 你真的不惜跟小麦网打官司 也要跟着展大跑 你真的不惜跟小麦网打官司 要打官司的话请尽快 过几天节目就要录制了 我就没时间了 行 我真行 看看 这是什么 我跟小麦网的签约合同 我记得很清楚 不用你拿出来提醒我 好 记得就好 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些吗 那我可以走了 放心人 我本来真的是想让你再帮我一次 去满足那个姓邱的 但是现在我放弃了 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一些不愿意的事了 今天就要你来 就是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确实是个混蛋 这可真不像你说的话 我确实利用过去找作编故事讨好资本 但我对你都干不起 不是假的 我看过很多风景 都赏听月磨 还评过很多美酒 都喜不自食 但我唯一用过的真情 就只有你 你相信我吗 好吧 我现在也没这个资格问你这些问题 我现在也没这个资格问你这些问题 想想我之前做的事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漏 滴到尘埃里了 你没必要这么说自己 没关系啊 说得出来 心里好受点 新人啊 我跟你不一样 你出生在优秀的家庭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我不是 我的父母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小时候家里没钱 父母经常吵架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贫贱夫妻百事 我父母离婚的时候 我才七岁 刚上学 很多同学欺负我 没有人护着我 因为我没有爸爸 你知道吗 每当开学交学费的时候 我妈就背着我出去借钱 我的学费里 没有一张整票子 全是五毛一块的那些零钱 很多同学就笑话我说 很多同学就笑话我说 赫尺特妈是捡破烂的 我躲在书底下偷偷哭过 一磨黑地去炸过那些 同学的资源证 从那时候起 我就会有一根强烈的心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拥有金钱地位 我要拥有所有 让人尊重的资本 我要保护我妈 让所有人看得起我 你 为什么要把你 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对不起啊 就当你自己说得罪话吧 为了所有的成果 我做了很多自私的决定 所有人在我眼里都是公主 有用的 没用的 包括我最爱的女儿 也成为我没有我的对系 我一直在权衡 在对你的爱 和我要的利益之间权衡 沾沾自行 以为我带给你的爱 多过带给你的伤害 我太傻了 欣然 可能我的忏悔来得太晚了 但是从今天起 我发誓 不会再离我了 离我爱你 所以 我会放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展大鹏真的很牛啊 脑袋里有块该死的蛋片 还能向死而生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的脑袋里 也有一块该死的蛋片 能让我痛不欲生 也能要我的命 就是你 就是你 取出你这块蛋片 可能我会死 但我必须试一试 是 再见 欣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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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斩萨 今天是我这两年最幸福的一天 你放心吧 皮卡会帮你爸爸找个工作的 我们都会帮你 我要把我的幸福传递出去 我现在要去帮我的闺蜜做件事情 什么呀 温迪的结婚喜帖 这什么呀 自己看 太猛了 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了 这简直就是天意 这是绝配 这是天意啊 你也疯了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这么清醒过 清醒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清醒 难道就是用表情来欺骗心情 十两岁 你 你在看什么 我问你呢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还不化妆啊 什么 什么什么呀 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参加一个大的活动吗 这奇怪 怎么还问我 什么活动 我手机上有新闻推送啊 你看 胡光传媒集团十周年庆典 著名主持人方欣然将出任庆典司宜 郭月娜集团 corro章 十水 山湖 真 applications 好 温董 韩丽小姐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 方小姐呢 温董啊 出什么状况了 实话跟您说了吧 方浅然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什么叫可能来不了啊 你不知道邱总这个人要面子啊 人家公司十周年庆典 这么大的场面 万种主屋 你不是明着打人家脸吗 遣约在即 你想自毁长城啊 邱总那边 一会儿我亲自去解释 有什么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你承担 我再三嘱咐过你 千万千万不能出事 上市的事 一旦中断怎么办 你要死你跟我打个招呼 现在除了说抱歉之外 我真的没别的可说了 我不管 你想办法 把方浅然给我找到 温董 方浅然今天真的来不了 谁说我今天来不了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掐自己试试 我之前说过了 不想再利用你 是真心的 这只是一次帮忙 没有别的任何孩子 宝贝 别的笑脸了 别的跟进耻啊 来都来了还没笑吗 欣然 你终于来了 虎光缠媚真是太有面子了 今晚 你是全场最美丽的女人 谢谢邱总 还问你呢 可恶可恶 欣然和温迪 是今晚两位 全场最美丽的女嘉宾 还不跟邱叔叔打个招呼 这位就是邱总的公子吧 跟温小姐真是郎才女貌 一对绝配啊 好想的 是啊 是啊 这两个孩子明天就要订婚了 你说哪只眼睛看中美丽绝配的 你需要个眼科大夫 温小姐真是幽默呀 没关系 我就是喜欢温迪 你这么红薄的性格 永远给人带来惊喜 对吧 邱总最近还真是喜事连连呀 恭喜恭喜啊 同喜同喜 明天的订婚仪式啊 大家一定要早点到啊 多喝两杯 老邱才有面子嘛 来 泽汉 赶紧带嘉宾进去吧 来来来 来 请 慢点 好 有病吧 有病吧 闪开 咽瞎呀你 咽瞎呀 找死呢吧 看不见我执行啊 你瞎呀 我又转转向灯 小子 还活着呢 真是冤家路窄 阴魂不散啊 信不信尽我弄死你 我就问你信不信 我就问你不信 对 你要干吗 来来来来 怎么着 你再牛 再小招 弄死我 来来 弄死我 行 你牛 来 你弄死我 弄死我 来 我当时就应该撞死你 留你一命不长记性是吧 谢谢你 欣然 为了成全我 委屈自己了 已经泄了很多遍了 再泄就烦了 泄再多遍都是应该的 本来 婚姻做好了 必死的信念 不惜跟邱董他们摊牌 结果你还是来了 你简直 挽救了整个银河系 小麦这么短的时间 做到现在不容易 总之 能帮到你和小麦就好 这次跟胡光传媒合作算是 马上钉钉了 你的作用至关重要 小麦王一定会好好回报你的 回报我 那就让我赶紧回去 卸掉这张假面具 好 我还要晚一点走 车就在外面 让陆飞送你 好 我给你 方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展大鹏是不是卖了 你们之前的房子 很久之前的事了 你怎么突然想到问这个呀 你知道他为什么卖房子吗 他当时没跟我商量 就要卖这个房子 我还求过他让他别卖 但是他执意要卖 说是等着钱用 我出了比市场更高的价钱买 他也不愿意 反正那时候我们两个 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我请大家 你这每天都后半夜的回来 下午起床 什么意思 躲着我呢 你不就是想找人 在家里面录像吗 展一都已经告诉我了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要录你们俩录吧 没你 我们俩录什么呀 那就当这个家里面没有我 行了吧 真爱错过了 什么都失去了 你以为 我只是跟你聊录节目的事啊 你是我儿子 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吗 要我说 你是个男子汉 鼓起勇气 跟温迪谈一谈 我是不会找他的 而且他明天就已经订婚了 要订婚了 找了哪家富二代呀 也罢 门当户对 又是一桩好姻缘 行了 人家都明花有主了 你就别在这眼背上了 我宁 informations 有什么话就说吧 你都瞄楼一晚上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马上都是大主持人啦 说话是你的专场 我还不知道说什么 死鬼 咱们两个不到十三岁就认识了 上初中那会儿 是吧 那时候咱们两个最爱看那些爱情电影 什么练练笔记本啊 梁晓无猜啊 假如爱有天意啊 咱们都是买第五看的 对吧 那时候咱们俩不止一次地在那儿想 我们未来要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要办个怎么样终身难忘的婚礼 你还记得吗 你想说什么呀 虽然咱们两个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你憧憬的婚礼 也比我高好几个梦幻级别 可是有一点 但咱们两个是达成共识的 这辈子只嫁给爱情 你哭了 我不哭啊 我哭什么呀 我哭什么呀 我是要嫁给爱情啊 可我爱的人 不要我 不是不要是不敢 有时候现实真的很残酷 好啊 现实残酷 连爱情里都充满着各种算计 不如我爸有钱的根本不敢跟我在一起 那我注定也没有多少选择了 就这样吧 随便找个调整好的结婚 跟爱情告别 阮弟 后天我就要正式录节目了 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策划案要做 我 我不能陪你去订婚了 没关系 也不是什么喜事 我忙你的 我以前答应过你的 别生气啊 我生什么气啊 跟他订婚 我不需要祝福 我告诉你啊 还有半个小时 订婚点你就开始了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房 重新刷一遍啊 你 你说 怂包一个 我跟你说 要是展爷的女人 跟人家订婚去了 我二话不说 我就跟祖罗一样 跟他决斗去 我戴眼罩 拿上宝剑 到那儿我 擦擦擦擦擦 我给他胸前怀嘶嘶嘶 您烦不烦 不是我听见这事 我都热热热血沸腾 就是啊 你说你怎么一点血腥都没有呢 你又就应该找那姓邱的这些 揍他一团 打他个人也马翻屁股尿流 让他满地找牙 让他捂着嘴 吹着嘴 去订婚去 就是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把问题追回来 今天就是我在展家包 干的最后一天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认识你了 幼稚 一个比一个幼稚 接电话 喂 展家包 喂 喂 谁啊 不知道 你不是预感挺准的吗 会不会是温迪啊 应该是他吧 他现在应该在 订婚仪式的现场啊 好 那你接着淡定吧 反正我要跟我朋友 送祝福去了 你爱去不去 送抱 我送抱子去了 送抱